我們來看幾個小問題 這邊剛剛有個表 請問你誰融解度大到40度 這叫做圖表解讀 你只要會看就好了 看圖就好了 問題一 10度的時候誰融解度大 問題二 40度的時候融解度誰大 看表 看表就會了 沒有什麼姿勢 會看幾個表就可以解決 可愛的三十一號 三一 不然呢 我講過嘛 叫人就起立致敬 回答問題 對兩句都給你講 十度的時候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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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度 鹽巴大 四十度的時候咧 你說一下 圖上面顯示 十度的時候 蕭恩甲溶22克 鹽巴溶35.7 所以食鹽溶解度大 四十度的時候蕭恩甲到63.9 鹽巴只有36.3 所以蕭恩甲大 所以看表就知道了 看圖表就會了 不用什麼姿勢 十度的時候時間大 四十度的時候蕭恩甲大 看表就會了 OK 圖表解讀 是屬於會考會考的題目 OK 不要知識啊 看表看就會了 下面一個問題 用什麼方法增加溶解的快慢 溶得快一點 第二個是增加溶解度 一般的情況 不要講特例 一般的情況 這個東西叫做 一個叫溶得快 一個叫溶得多 前半句問的是 誰會怎樣可以讓溶得快 至少有三種方法 你可不可以最少講兩種給我 怎樣他溶得快 溶得快 第二個問題是溶得多 我先問溶得快 我先問怎樣可以溶得比較快 帥哥可愛小女生 Number 10 十號 十號 體力 什麼方法可以溶得快 一般人應該有三種方法 隨便講兩種吧 加熱 還有嗎 加水 通常不用這種方法 讓他溶得快 想想看你的生活經驗裡面 那個東西如果 不太會溶 你會做什麼事情 放下去 他不太會溶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事情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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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如果讓他溶得比較快 可以呢 敲碎 用碎一點 細一點 第二個呢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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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溫度變高一點 這樣叫做融得快 還有叫做融得多 北宇女士問過一題說 怎麼樣可以既融得快又融得多 用什麼方法 來請問你 一般不要講特例 一般的情況固體讓它融得多一點 固體讓它融得多一點 可以有什麼方法 就是本來只能夠融五克 要讓它能夠融六克七克 有什麼方式 停車站借問 為什麼會有一個 你知道問我說 問有停車站借問嗎 停車站借問是一個小說的名字 一個很古老的小說的名字 我們現在要求個可愛小男生 22 22 就是台北精神武 哪有台北 天姆劉德華 台北精神武 歡迎啊 融得多 本來只能融十克 希望能夠融十二克 融得多 把布 蘑菇勒 加融液 怎麼會加融液呢 蛤 切東西 加融劑 加融劑 加水哦 加融會融得多哦 你的 你的話不算錯 可是那個多不是真正的多 十公克的水最多融兩公克 二十公克的水最多可以融四公克 好像兩公克變四公克好像融得多對不對 可是沒有 比例還是一樣 你沒有增加融解度 我問的問題叫做 融解度要增加 本來最多只能融十公克 現在它最多可以融十二公克 什麼方法 五 五 四 三 你 它昨天打到你 為什麼你還要救它 蛤 你的性感也太好 你應該要 請坐 答案呢 就叫做 加熱 加熱 所以當年北女問說 怎麼樣可以激融的快 又有沒有多什麼方法 加熱 加熱 不要說有那麼多 這兩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學社 就是當初的學社其實在考過一題 也是以前過去很少考的題目 就是 飽和 有沉澱對不對 加水 來 來 來 他說 你也會溶解更多 有 因為你水多了嘛 可以溶更多 可是熱度有沒有提高 沒有 除非你加熱 就是熱會提高 好 好 所以 當年學社考了一個叫做 融的比較多 量比較多的問題 以前很好這樣考 但是學社考過一次 好 就這樣了解一下 前面講的話 融的快融的多 簡單的 小小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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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r